如果什麽都不思考 什麽都要叫你遷婆婆 後患無窮 100分的識乎 送禮 什麽虛寒問戀 全部做齊 而且最重要是疼你老公 千萬不能在老爺婆婆面前吵架 而且亦要跟老公說 如果我們夫妻之間吵架 你千萬不能把內容說給老爺婆婆 這是老公要懂得做 是一個聰明的做法 有人留言問我很難搞的旁飾關係 應該怎麽算 唉 我都明白 但很幸運 我婆婆對我沒有什麽要求 亦不會鉗制我們的生活 控制我們 或者給你很多難聽的說話 唉 我都聽過很多朋友的案件 都非常勒手 如果你是未結婚 你就有福了 在未結婚之前 當然選一個男人 觀察男人愛不愛你 已經夠辛苦了 真是現實的看 你要看他和他媽媽的關係 我自己真的不可以嫁給媽寶 因為他什麽事 最後都會聽媽媽懷疑 當你透明 當然媽寶也有程度之分 他是不是可以理性地 好客觀地處理未來的婆媳關係 這也是很關鍵的 但有些人真的不敢嫁媽懷疑 然後就要老婆受盡 你遷就她老人家 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是人 大家都是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相處 沒有說誰一定遷就誰 如果 什麽都不思考 什麽都要叫你遷就婆婆 後患無窮 好 當你男朋友不是媽寶 你自己要考慮一下 你將來的生活 會和你婆婆是否有非常多的接觸 沒有說是對還是錯的 以我和我老公為例 我們都是比較獨立於我們的父母 其實我們很多時間都是兩個人一起 不是經常去老婆婆婆 我媽媽爸爸回家吃飯 我覺得反而是這個模式 要有一個共識 她打算結婚後 回六天 老爺婆婆家吃飯的五天六天 沒有你們約會的時間 那你是否接受到呢 我覺得這些都可以聊一下 另外做人女朋友 當然就要效敬未來的老爺婆婆 有些婆婆始終覺得你是搶了兒子 搶了兒子的時間 覺得你配不上兒子 這些如果中落了根 在長遠來說都是一個問題 不過如果你做人女朋友 或者是媳婦 當然要懂得做 儘量 要討下婆婆的歡心 你也要有同理心 本身婆婆家 經常說是一個immediate family 你生了兒子 你們一家四口 一家三口 就是一個immediate family 以前你的婆婆 老爺 老公 都是一個很親密的immediate family 而現在的兒子 就要建立另一個家庭 可能對婆婆來說 是一個很沉重的打擊 我覺得你也要有同理心 去明白婆婆那種不開心 而可能她用了這些尖酸黑薄的語言 對你諸多不滿 來發洩 來表達 但是如果你真的做到一個 一百分的媳婦 送禮 什麼虛寒問你 全部做齊 而且最重要是 疼你老公 千萬不能在老爺婆婆面前吵架 而且也要跟你老公說 如果我們夫妻之間吵架 你千萬不能把內容說給老爺婆婆 這是老公要懂得做 是一個聰明的做法 因為你每次說負面的事情 奶奶只會記住 這個女人對我的兒子怎樣不好 慢慢就會產生了一個厭惡 不喜歡 老公有什麼對你不滿 跟朋友說 你不要跟媽媽說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令婆媳關係不會走下坡 而我個人覺得 有些女人結婚後 跟老爺婆婆一起住 是真的很偉大 可能是財政 可能是老爺婆婆的健康狀況 最好有下一代在家裡一起住 我也是覺得很偉大 因為香港的房子這麼小 你撞口撞臉 這間房子不可以有兩個女主人 如果你搬入老爺婆婆的家 你要了解你的地位是低的 但如果你老公跟你買的層樓 或你老公買層樓 他們搬進來 他們也要明白 你才是這間房子的女主人 她是搬進來住 但我告訴你 華人的婆婆是不會明白的 所以你結婚之前 如果已經知道 是有這些共住的機會 真的看你接不接受到 如果給我 我是接受不到 我都說我們生活得很獨立 我就真的走人了 然後到如果有小朋友 如果你是需要 老爺婆婆或奶奶 來你家裡 照顧小朋友 沒有了 你要give in 你有求於人 人家有要花時間 可能你搭車過來又怎樣 你真的要忍 在生之前 你自己要想想自己的選擇 然後也要再跟你老公聊一下 如果你想和夫家保持一定的距離 你不可以要求他 逢一三五來臭 你自己找個辦法搞定 我覺得那種好的距離 大家都可以一起去吃飯 吃一部飛 有時吃完飯 距離坐鎮 距離坐幾個小時 跟孫兒玩 大致大致就固然 拜年那些固然 人是易請難送的 難道你叫她來 然後又說不用來了 婆婆 可能她很喜歡臭孫 如果她都覺得很辛苦 OK 但如果她很喜歡臭孫 我一個案子就是 婆婆到晚上十點都不離開 你放完工 吃飯又跟她一起吃 洗澡了 已經穿睡衣 戴上眼鏡 婆婆都不離開 逢一三五都是這樣 那你怎樣 你難道叫她離開嗎 婆婆早點離開 又不行 一直是這樣 就生活了很多很多年 都是列那句 易請難送 除非說明 我們這六個月要你幫忙 但說明也可以易請難送 你叫人幫忙 就沒有辦法 全部事情都要忍 當然 婆媳關係夾在中間的 當然是自己的老公 我有朋友 他都很成熟 我覺得很好 他就說 不可以放老公在磨心 意思就是 他不會要他老公 任何事 他老公可以主動 看到有些事情不對 跟他媽媽說 而不是老婆 叫老公跟他媽媽說 我覺得這是很文明 很成熟的做法 但當然 如果你很多事情都要忍 你老公都是不肯出聲 confirm他自己媽媽 你唯有說 我嫁得不好 我老公都不是站在我那邊 永遠都是站在媽媽那邊 就是要你遷就老人家 或者你遷就我媽媽 就是去到這個情況 這個都沒有得怨 但如果你每次都說 你遷就說你媽媽 你跟她說 這樣 你們的夫妻關係 亦都無緣無故因為婆婆 而影響了 是更加不值的 我覺得去到最極端的情況 如果是想不影響大家 一家人的關係之下 其實是可以 要是搬到很遠很遠 他住元朗 我住赤柱 不如見面的時間可能少了 什麼臭孫也都解決了 但香港其實就是難 你一走就是要移民 香港就算落馬洲和赤柱 都不是那麼遠 如果要commute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我覺得是香港比較獨有的問題 但在華人社會和香港 實在是困難的 所以真的去到很極端的情況 可能你真的可以推薦一個移民 就是全家要離開 否則你連這個家 你和你老公和你子女這個家 都會散 整個家人 你會想要你 怎麼會想要你 你會想要你 我會想要你 那我會想要你 我會想要你 你會想要你